目標是磚羅紀錄 其實目標是磚羅紀錄 但是我們在世界這一賽跟大阪挑戰賽 我們都很盡力去拚 很想要打到這個目標 但是可能過程中我們還是有一些食物 跟一些默契的不足 那我們這次就是在賽前 就是很相信隊友說 這個步點跟默契 我們都把它調整到 然後我們覺得很有法務的時候 我們就到了場上 就是全力比你這樣 在過程中接起來其實是蠻順暢的 然後又很開心 看到圖文記錄跟我們打播的時候 其實還蠻感動的 就是蠻感動的 對方的對方 就是蠻感動的 所以我去看 你都很開心 就是說蠻感動的 你都會有蠻感動的 可以開玩笑嗎 成績來成為一切 所以我覺得通常叫我選到 可以讓我們播出的紀錄 我是覺得真的非常感動 非常開心 其實因為建議大賽之後 然後 也 試試賽的前十隊也出來 所以其實 在我們的排名 全部排名下來也算十力十幾 所以其實那時候我們預估說 如果能跑進三十八秒左右 那我們可能前進 試試試賽跟奧運的機會就比較 比較大 所以其實我們 在今天破完全國紀錄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 一國放在三十八百五米 那不管是我們每個人的 一百多次的狀態要在提升之外 那其實就是像我們今天的目點 不要再熟悉 跟默契 這樣子 沒有不用等 你要 你要 你要在那四層四的地方 只是目前但是很確定 你知道嗎 其實就練 各位兩項全國紀錄 其實也 還好啦 就是 做到自己也該做的事情 然後 不管是四層四或是四層一 就是想要跑好自己該做的事情就好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